我们刚看到超过40万人到现场去看烟火 这附近的商家也抢搭了国庆烟火财 台南黄金海岸就有一间餐厅 顶楼的视野非常好 可以清楚看到烟火表演 就端出说他们有音乐表演 加上烤肉吃到饱一个人只要500块 结果是马上被抢光光 但现在却有消费者抱怨说 到了现场桌椅不够自己搬 菜肴一上桌就像蝗虫过境一样 大家疯狂假取 每个人都怕抢不到 气得当场颓废 安顶以上桌 大家拼命假取 好怕慢了点就会吃不到 台南黄金海岸这间餐厅 抢搭国庆烟火财 主打顶楼视野 烟火美景一览无遗 还能烤肉美食吃到饱 但活动结束之后 却有消费者一肚子气 po网抱怨 一个人头收取500元 业者也允诺人数会控制在200人左右 但一到现场 菜肴早被横扫一空 根本吃不到东西 更别说主打吃到饱 甚至因为人数过多 桌椅还得自己去搬 气得当场要求退费 不过实际重回现场 业者指着桌上满是剩下来的食物 澄清当晚食材供应都是无语的 同一个时间在6点200人 这样上来的情况之下 当然会有那种一窝蜂的感觉 除了我们菜单的菜色以外 还有加满很多的菜色 就基本上他只有要求 我们就全部都全额退费 当场接受退费要求 不过消保官提醒 业者得避免门票超卖的疑虑 这类party活动近期相当热门 主打美食吃到饱又有表演欣赏 但购票钱还是得问个仔细 避免花了大钱却受一肚子气